今天有兩段非常珍貴的影片 貢獻給大家 對 所以我穿了一件衣服 有點道貨的樣子 道貨 兩段都是喜事 對啊 對啊 我想人生裡頭最寶貴的事情 就結婚的時候啊 然後有下一代 生小孩的時候 對啊 那今天都有 都有 那兩個人是一家人嗎 不是 兩個快樂的家庭 兩家人 那歡迎鄭華娟 江玉恆 兩位好 兩位好 兩位主持人好 好 你看笑的那個樣子 快樂的家庭 笑成那個樣子 他好高興 認識我的人說 我這十幾天啊 十幾天是 十幾天啊 不是 十幾天啊 是最快樂的感覺給人家 才十幾天啊 對 才十幾天 難怪笑的那個樣子 他每天都在笑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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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很高興啊 在他旁邊看到 小孩誕生 他誕生那天 我第一個到醫院去 你也去看 江玉恆誕生那天 你在 江玉恆的小孩 誕生那一天 你誤會了 好 這個很難得是 他自個兒一直期望啊 希望是他第一個人 來到醫院看到小孩 他這個系列就設定 真的是這樣子實現 你跟江太太的交情很好 我非常喜歡江 江哥的太太 她做菜實在太好吃了 然後就在這個時候 應該去巴結一下 回德國之前呢 可以教我幾首好菜 而且你也見習一下 是 這個比較重要啦 因為也許你下一次來 給我們看的時候是你 對對對 常希望 那你今天給我們看的是什麼 先給大家看的 就是我結婚時候的錄影時況 也是十幾天以前嗎 沒有 已經兩年半過去了 但是現在還是覺得很快樂 覺得結婚是個好事 拖太久了 拖太久了 可以生小孩了 應該要到他那個階段了 所以現在先來看結婚的 千里姻緣一線千 來看一下 看一下 很忙 對 很忙 那麼所有的親戚 我們從台灣 新娘來了 還有藝人在 是不是新娘笑得太高興了 有點太高興了 還是德國的新娘都要這樣笑的 這個是 聽說這個教堂 不是那麼輕易借給別人 對 因為它已經是一個保護的 我看到一個熟人的是誰 那是林慧萍小姐 她千里到這個蘭茵河 幫我做伴娘 非常感謝她 專程去的 專程去的 那麼這個是 我們從教堂走出來之後呢 我們公公 我公公 她安排了一個 這個管樂四重奏 來幫我們奏 韓德爾的結婚靜新曲 我真的看到新娘 好像從頭到頭都在笑 真的從頭到頭在笑 我媽媽哭的 結果後來一看 又不行了 看人家 女兒出嫁都應該掉點眼淚 什麼 那為什麼看到 吃一個餅 那是什麼 那是一個天主教的儀式 那就是好像表示說 這個上主有祝福 對 聽說華娟的婚姻 婆婆有點牽線 是不是 因為那時候 十年前到德國去念書 在森林裡面散步的時候 碰到我婆婆 然後就說 我兒子也會講英文 是不是到我們家來 喝喝下午茶 第一印象特壞 跟我先生 因為他說 你從哪兒來的 我說從台灣在哪裡啊 心裡就很難過 就說 從來不要再跟這個人見面了 而且他更過分就說 拿出來一個地球儀 你只給我看 還真的是轉了好幾圈 找到了 找到了之後就說 你家是一個小島 我說 可是我很喜歡我的家 漂泊的心都有停 我在基隆港 對 可是呢 後來我們就一直寫信 寫了差不多七八年的時間 然後才結婚的 聽說通訊通了七八年 可是求婚啊 考慮一個晚上 就答應嫁給他了 因為他看怎麼 這個女生越來越老 都沒有人要 是你考慮 不是他考慮 沒有 其實都一直沒有交往 那一直到 有一天他打電話給我說 請你考慮考慮 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就帶結婚戒指來到台灣 那我就那一天晚上 就坐在我們家陽台上 我就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普通女生結婚 會問 姜哥你覺得那 陳叉叉好不好 姜哥說 這個人不行啊 上次跟我一起出去吃飯 還沒付錢 還是我通常都腰包 對不對 都會 結果我沒有問一個人 沒有一個人認識他 就真的自己考慮 就自己考慮 結果後來在我們家 那個陽台上面 因為在山上 所以看到一顆流星 紅色的 就很奇怪 那感覺非常清楚 那就第二天他打電話 我說好吧你來吧 就過了七天 因為台灣還要申請簽證 那個時候 所以他過了七天 他就帶著戒指來 那我覺得他誠意蠻夠的 嗯 所以這樣就飄洋過海 變成德國新娘了 事情懷疑啊 問你的比較刺激一點 我比較刺激一點 你是自己 從頭到尾在產吧 對 我拍的目的呢 我是希望將來我會給 女兒十八歲 就是成年的時候 她的生日的時候 我會給她一系列的 從出生開始 到她的成長的點點滴滴 我是這樣的出發點 所以希望能夠拍下來 走有沒有發抖 那倒還好 但是興奮的心情 那真的是掩飾不住 可是你會更愛你太太啊 我覺得女性生產的這件事 我覺得太偉大了 真的是太難得了 你會邊拍邊笑 哈哈 因為我期待的是 我期待的是女兒 但是周邊的人都告訴我是兒子 所以我心裡想 可能是兒子 後來一出生那上來 告訴我是女兒 哎呦 那真是太壓抑了 然後太爽 就只有一個字 最直接的一個字 就是太爽了 我多高興啊 感覺到感覺 我們節目好像 還沒有這種實況的 沒有沒有沒有 播出過 這是第一次公開嗎 對 第一次公開 那就趕快公開吧 來來來 謝謝姜佑凱 我們分享一下 這個早上 七點多 準備了 準備了 stand by 好像八點多了 而且她好輕鬆哦 對對對 因為她是婆父開刀的關係 一點都不是誰啊 那我這個 九點二十七分 小孩要出來啊 哭得好厲害那時候 可是她越哭越高興 是… 就表示很健康 為什麼要蓋腳印啊 她是要… 不要搞錯了 就出來的 小胖妞 她叫什麼名字啊 叫姜文婷 文婷 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爸爸太開心了 我私底下叫她 超級大美女 辱名超級大美女 看我多愛她 那太太呢 超級大美女 超級大美女 她超級大美女 所以是出為人父的感覺 怎麼樣 真的… 真的… 我覺得… 做了父親才知道 生命帶給我的完整 小孩的生命 在我覺得家庭 有了小孩才會真正的完整 我的生命呢 也因為有了小孩 才更豐富了我的喜悅這樣子 真的受不出來 體會得到嗎 希望… 我覺得真的是 很高興的一種感覺 希望可以找一點經歷 還有妳 我沒話說 因為我都沒有經過這些 不敢說 我每次看到這種場面 我看到小孩子 都會有衝動的想去試一下 不能試啊 怎麼試一下 就是… 試著一次這樣 去結婚 對啊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不過我覺得這些都是歲月 一定有機會 旅程的一些紀念品 但是… 講這種話 很值得我們去收藏 希望妳的智慧的痕跡啊 越多越值錢了 趕緊完成這件事 沒有 有那個痕跡就不值錢了 這樣子 我們約好了 下一次妳的影片是 妳自己有的寶寶 那妳下一次的影片是 女兒嫁的 結婚 哎呀… 不錯… 還有妳 妳是結婚的時候 結婚的時候 要打得這麼久嗎 不要單機EFP 那是… 那就三喜 妳不能碰個 妳要做什麼呢 我負責去轉播 你娶媳婦 女兒 也可以… 就這樣約定囉 好… 謝謝兩位 謝謝… 祝福而已 恭喜妳 謝謝…